那個lookup,上面這個005,如果你打001的話 有沒有Enter 你會發現,它也會跟著改變,把它置裝好了 這樣全部置裝,看起來會比較整齊 OK,然後你會發現它會把什麼 如果你輸入001 它會把001以後的這些資料 全部帶到這邊來 當然本來是橫的,它變重的 大概是這樣 那這邊的話,你可以藉由那個輸入002 有沒有,帶其他資料 一直可以推 那當然未來如果你希望這邊變下拉清單的話 那更好,有沒有 直接下拉,直接選就好了 因為你怎麼知道有幾個編號 所以如果你這邊要做下拉清單的話 特別是,下拉清單用到的機率其實還蠻高 工作裡面很多地方如果變下拉清單的話 那你就根本不用去記說有哪些資料 用選的就好 那怎麼做下拉清單呢 首先的話會需要 資料裡面有一個叫什麼 叫做資料驗證 其實會用到這個資料驗證 那這個資料驗證 特別注意 游標如果先放在這個查詢編號裡面 但是它會跟你要一個什麼 如果你把它改成清單 這邊會跟你要一個來源 所謂的來源就是說 你這個下拉清單要從哪邊去抓資料 那你就可以直接把這個編號下面這個範圍選起來 按個確定 你會發現下拉清單就出來了 OK 最簡單的方法 點一下 點一下 還蠻順的 有沒有 OK 所以如何做那個下拉清單 其實非常簡單 1 切換到那個資料 裡面的資料驗證 特別這個是在資料裡面的資料驗證 OK 這個地方 好 好 那再來就是 游標記得放在這個儲存格 把原來任意值 改為清單就可以了 其實這邊的話 你可以把任意值改清單 清單之後呢 它底下會顯示什麼 底下會顯示那個 你的來源在哪裡 那這個時候你可以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它就會怎麼樣呢 幫你把那個範圍裡面的資料放在清單 所以以後你向下拉 它就會有個清單出現 OK 不過呢 其實我們實際上 這個來源 通常我習慣不會這樣選 我通常會給個名稱 那所謂的名稱 就是說呢 將來呢 我可以利用編號這邊有沒有 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包含編號 公式裡面從選舉範圍 建立 這個地方 請你選頂端列 特別重要 這個功能不知道各位熟不熟 公式裡面的 從選舉範圍建立 頂端列 那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它會自動幫你把頂端列 編號有沒有 當成是它的名稱 對應到底下的這個範圍 那未來你只要配合一個快速鍵F3 就可以把編號給叫出來了 這個蠻重要的 因為剛好後面我們一題練習題 就會用到所謂的這個 這個叫定義名稱 定義名稱 那這個地方如果我按確定之後 你確定一下 名稱管理員裡面有沒有編號 欸有個編號 是不是對照到這個範圍 點下去 欸是喔 有沒有1到8 那所以你將來如果要把這個地方 變成一個下拉清單的話 一樣資料 資料驗證 這個地方清單的話 那剛剛來源我是用選的 那你可以按F3 把那個剛剛的東西清掉 把編號給它按個確定 以後喔 欸用編號來代替那個範圍 那這個有什麼好處呢 基本上喔 就是第一個你按F3 你可以存取到那個你看得懂的名稱 那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這一個範圍呢 它不放在同一個工作表 反正你放在很多其他地方也沒關係 反正你也不用管放哪裡啦 按F3 把名稱叫出來 按確定 欸其實這個下拉清單 就OK了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我想各位 順便了解一下 如何增加下拉清單 那當下拉清單有沒有 點選的時候你會發現 自動帶出其他欄位的資料 其實工作裡面 蠻多同學都問到類似的問題啦 老師我希望齁 我下拉清單呢 然後旁邊就自動幫我帶出其他欄的資料 其實做法就類似像這樣 OK 你就可以把整欄 因為我剛剛只有選一個儲存格 去做什麼資料驗證 那未來你可以怎麼樣 把那一整欄全部選起來 全部加資料驗證 全部呢都會產生下拉清單 然後呢下拉清單 在其他欄位的地方 你可以自動讓它帶出 有沒有自動帶出 不過你如果要自動帶出的話 你可能要預先在其他欄位裡面 預先加一些公司在裡面 OK 那這個當然就是方法 第一個方法就是 如何用下拉清單的方式 來完成這件事 那再來就是請各位就是把那個 剛剛這個方法拖拉Ctrl鍵 把這個改成V好了 前面加一個V 好 那我要怎麼樣把剛剛的這個 它底下的公式清掉 如果說我今天要改成V的函數的話 第一個 一樣檢視與參加最下面這個範圍 第二個的話呢 他會問我說你要查什麼 查上面這個嘛 反正的LookupValue就是你要查什麼 理論上是查編號 在哪邊查 在這個範圍裡面查 在這個範圍裡面查 所以特別注意喔 它會給TableArray 意思就是說你要查的那個表格在哪裡 那怎麼選呢 特別是基本上選 通常是選不包含欄位名稱底下的所有資料 那選完之後 這邊總共有幾個欄位呢 1 2 3 4 5欄對不對 所以他第三個問題說 COL 這個COL是COL COL就是欄 Index number 意思就是第幾欄的意思 Index 所引著 其實是哪一欄的意思 那意思就是說 在這個裡面呢 你要查003 對不對 那特別注意喔 查的話喔 V-1一定會查第一欄 他不應該講 他只能查 他只會查第一欄 他不能查第二欄 也不能查第三欄 他只能查第一欄 所以呢 他會在003查這個第一欄裡面 查到之後的話 所以第三個問題說 你查到的話 那請問一下 你要把哪一欄的資料 帶回來 因為我這邊有第二 第三 第四 實際上喔 這個是應該是第幾欄呢 應該是這個範圍裡面的第二欄 好 這樣子他就把什麼 把那個我們第二欄姓名的部分 吳丹雅帶過來 OK 003 吳丹雅 那最後一個問題就是說 那如果說呢 你查詢的話 是要完全比對呢 還是要找接近 那什麼叫完全 如果你用0的話 就是完全比對 所以完全比對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查的是008一定有 可是如果你查009 那會出現什麼 沒有東西的錯誤 那如果你用0 他 怎麼樣 他一定會產生錯誤 可是如果你用1 1 1的話呢 是找什麼 找接近的 所以如果009 找不到 他會幫你什麼 把008 也給帶出來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如果0是要完全找一模一樣的 1的話找接近的 OK 那所以這題我們乾脆先用0好了 OK 按確定 好 那底下的話 當然你已經做完姓名之後 再來就是總銷量 名次優水準 所以一般的習慣是複製 取消 對不對 再把這邊貼上 改哪裡呢 這個要不要改 這不改 因為一定要查這個 最照表的一樣 第幾欄呢 剛剛是第二欄 那可是我要總銷量 所以什麼 把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3 對沒錯 3 就OK了 那也就是說 底下的話 名次的話就是4 業務水準是5 好像很熟悉 剛剛好像有做過 2 3 4 5 那如果你希望 之前就有同學問說 老師那一直貼要貼4次很麻煩啊 可不可以我乾脆我用什麼方式 可以向下填滿 他就自動怎麼樣 幫我把底下的其他的欄給抓過來呢 當然可以啊 你可以用哪一個 這個可以數次有沒有 剛剛我有用過嗎 用哪一個函數呢 對用raw ok row 小瓜5 這個還蠻好用的 不過呢 raw現在在第幾列呢 因為你姓名是在第四列 可是呢 你需要的是2 那相差多少 差2嘛 那怎麼辦 減掉2不就好了 ok 所以等一下的話呢 當然要取第三欄 總先要第三欄 可是他第五列嘛 對 所以他剛好減掉2 又剛好3 那一直往下 所以基本上喔 如果你把剛剛的2 改成raw 再減掉2 打勾 一樣會無單樣 可是你向下填滿的話 不過向下填滿之前可能還要注意一下 這個有沒有 F4 按兩下 把這個範圍先鎖起來 否則向下填滿會錯 ok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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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不是到H啦 這個是到1而已喔 這個範圍特別是嗎 沒有到H啦 因為我們查的表啊 只有到1啊 你不要查到H去啦 OK 這個是我們要查的 其實這個地方是分開來的啦 未來可能會 左邊跟右邊是放在不同工作表裡面喔 OK喔 那我們就把那個3跟10給鎖起來 向下填滿 OK 來向下填滿試一下 這地方的話打勾 向下填滿 放開 OK 這邊 啊 這個要把它鎖起來 所以這個H3喔 剛剛 OK喔 那鎖一個列就可以了喔 這要把它打勾 好 向下填滿 放開 這個時候的話 欸 就完成了喔 所以 剛剛掃鎖這個 這個範圍的話到10喔 這個範圍 那 這個地方的話呢 就可以幫我快速的把這個地方喔 給給查出來 那請各位試一下好了喔 那後面如果我這個地方完成之後 可以試試看那個HLOOKUP 那特別之外 HLOOKUP 這個如果欄位名稱在 左邊的話 剛剛在上面對不對 請你用HLOOKUP 像這個地方也是用HLOOKUP 這個這個字打錯了 這個應該H 好 那如果你欄位名稱呢 在上面的話 欸 那這個地方的話 欸 你就可以用V函數 那這邊呢 有一個所謂的 找接近的值 啊 我剛剛講過啊 如果0的話是完全比對 1的話是找接近的 像這個 沒有完全一模一樣 所以只能用1 找接近 畫面先幫你對一下 試一下 好 所以剛剛主要 第一個是 利用那個 我們的 定義的名稱 去產生一個 那個下拉清單 所以請各位 就是 用那個 資料裡面的資料 驗證 把那個 編號的部分 改為下拉清單 那第二個是 把那個 LOOKUP改成 VLOOKUP 好